那个不是节点关系啊 对啊 关系是什么 注意 通过我们gequery的节点关系 我们能够从被选 也就是当前的元素开始 轻松的在家族树 那个盗墓树嘛 向上找他的祖先 可能是负元素 也可能是负元素的 负元素 然后还有向下 子元素或者是后代元素 还有水平移动 水平移动是他的节点 他的属性 还有他的 对就他的属性 就是他的通胞 叫盗墓查找 那我们先说祖先的话 有个谁 parent 那parent找的是他的什么 上一集是找他的负元素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眼 这叫什么呢 节点关系 那 哎呀妈 又得倒包 这包倒的我真的是烦啊 这里边呢 我先来个div 再来个p 啊 div呢 叫div1 行吧 p标签呢 怎么说呢 没拿新闻了 是吧 方坤 买了香钻的手机啊 然后呢 尖炒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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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个吧啊 好我们先来怎样的测试一下吧 然后script type 等于test 告 java script 好 那这个要拿到负节点的话 我是不是先拿到 谁啊 先拿到p标签啊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要通过p标签来拿他的parent吧 你说能拿到的是谁 谈一下fa吧 p标签的负节点是谁啊 div div是什么 来刷新 哎啊 访问错了 那个叫什么 叫节点关系走 来看好各位 拿的是不是一个object啊 对吧 那怎么能知道他是个div呢 是不是点他的node啊 内幕啊 来刷新 哎呀 哎 哦 node value 我还不信呢 不是个方法 有趣 哎呦 我的妈呀 那是不是意味了 他可能是有多个负元素啊 那这样吧 返回的是个什么呢 div 这样吧 是不是拿到他一个负元素啊 但是各位注意 我得说一嘴啊 parent啊 只会向上移动一次 就是p标签我不是找到他了吗 我点他的parent 他只会往上找一次 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 他方法给你返回的是个什么 数组吧 对吧 那这就很干大了 比如说 你看啊 找到他的直接负元素 我能找到 但是呢 我现在会发一个问题 他认为我的div可能有多个 那不对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应该是一个 这样 我直接刀了FA 看一眼 把他变成JQuery 对象 你再刷新 还是个数组是吧 那看来 他给我拿的这东西 他不太对啊 拿是肯定拿到的 一定是个数组呢 是吧 那看看他一是啥 一肯定是未定义 哦 哦 啊 你看 一一没有嘛 因为他发现一一是个狼犯子 他有这个node name 没有 但他为什么返回的是个数组呢 来 别急 我们找一下那个 那叫什么 叫JQuery对吧 哦 JQuery不能在这找 对去API里面 有一个 我妈呀 这么多 找他的 附类 关系 有一个关系 关系 层级 哎 不对 层级是大约号 我不要这个符号 我要他的parent是吧 嗯 叫节点 能找到吗 各位 我搜一下吧 这个叫 parent 这儿的 parent吧 哦 来看一下各位 哦 取得一个包含着所有匹配元素的唯一副元素的 元素集合 翻成我们画面就是他这里边只存放了一个你的直接附类 但是这个东西它是个集合 而且可以来做什么筛选 我的妈呀 坑人呐 反回是不是一个集合呀 对吧 我们验不验证 这不验证了吗 对吧 反回的是包含直接附元素的元素集合 坑的 对吧 然后再往下来还有一个叫 chogen 那chogen的话 反回是不是应该也是 子元素啊 怎么来看呢 一个 两个了吧 好 好这个叫嘿嘿嘿 然后我再写一个 div id为div2 div2里面再写两句话 好 黄坤买了还有箱钻的人啊 箱钻马桶说过了 箱钻的眼镜 然后下面叫 箱钻鱼 箱钻 箱钻 这个就别进了 好 是这样的 好 就到这儿啊 别叹气兄弟 好了 那这个时候各位 这是拿到了负的 对吧 然后你看着 我再拿到一个sense 是吧 sense不就儿子吗 对吧 拿谁呢 拿div1的所有的chogen 对吧 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sense 有多长呗 目前来看是多少个 几 三 哎 变成三 单词是什么 children children 是不是他的儿子 几个 一个 两个 三 三个这两个p是他的子带吗 不是是他的后代 所以这儿 注意各位 你现在看到的是jquery对象 注意你拿的是jquery对象 所以在他眼里有几个 有三个直接子元素吧 不包含什么 换 好 不 懂我这意思吗 好了 这是 这是children 那当然你要想去看的话 中国号 零 点儿 努达 内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来 来 伤心一次 divp 是不是第一个是p 对吧 好了 这个是children 然后再往下 还有一个什么呢 叫fand fand 这个方法啊 各位 我就是这么跟你说 你听完就可以忽略它了 为啥呢 它用来返回被选元素的后代元素 一直找 找几个呢 有多少 找多少 啊 有多少它找多少 它就有点像后代元素知道吧 那你要是fand的话 各位注意 $9 div1 fand 找所有的p 挺好了啊 那是不是这个是多个p啊 我问你 在div眼里找它的所有的p表才能有多少个 p s.lens 看一眼来 刷新 一个 几个 四个 对吗 那 注意各位 这个时候div它认为是它的子元素吗 是不是 是 但是你掉的是fand的方法 它找的是谁 所有的p 那如果你要是想找所有子元素怎么办 那就是啊 兴 那现在这是几个了 刷新 几个 五个 这个时候各位注意 就是在指定元素的内部去查找符合要求的 星代表的是所有怎么样 后代元素都匹配 如果你写了个p 就代表在指定元素的内部查找所有的p标签 能看懂这意思吗 三个 parent找负类 找负节点 children找所有的子节点 注意 紫节点 然后fand是不是连后代都算上了 对吧 好了 那再往下呢 有一个叫 同胞 哎呀 同胞今天上午咱们写过 那个波浪线 兄弟嘛 对吧 那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nax的 叫下一个同胞 就是相邻的 啊 那还有一个谁呢 啊 没了 那这个我说一下吧 这个怎么找啊 注意 等会儿 我不着急 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话 我们上午用那个波浪线还有那个加号匹配的是不是都是被选元素后面的 没有 这就有尴尬问题问题了 这个同胞所有 这个就有意思了 这样吧 我呢 这个叫兄弟和同胞 行吧 这个里面呢 我写的糙一点啊 全都是屁标签了 好 好 这个呢 方坤 啊 高墙 啊 高大上 啊 然后呢 高不帅 然后呢 高嘿嘿 啊 啊 啊 然后呢 scratch 这样 我呢 一加载 干什么事呢 嗯 我就问你啊 我给高大上一个ID叫P3 啊 我要获得P3的 兄弟元素 就比如现在这个sub links 是不是同胞啊 对吧 那我问你各位 咱们同胞到底拿的是几个 9P3的sub links 啊 我接受一个结果叫ps 或者叫同胞怎么说 same package 不对吧 package不是包吗 兄弟们 same不是相同吗 这是同胞吗 哈哈 哈哈 好我问你各位 我现在拿P3的sub links 无非就两种情况吧 要么就是4 要么就是2 对吧 对不对啊 好那就来吧 兄弟和 同胞好走 来几个 诶 哪来的5个呢 诶 哪来的5个呢 诶 哪来的5个呢 h h 对吧 然后呢 我说明加$我调的是几块的方法 加i和n 我看是不是5个p标签啊 呃 concel.log 打印什么呢 i 加上... 加上$ 别别$ 直接拿n吧 行吧 n.n 哪 是这样吗 对不对 看他名字 标签名字吧 来刷新 你看 我就说不对吧 有自己的那个p吗 几个p 四个p 是不是除了自己 拿了给谁 我的妈呀把他给忘了 不就这哥们吧 他是不是这p3的兄弟 是啊 所以色格令斯返回的各位 是同级别的 同级别的同胞元素吧 对吧 前后 都算 对吗 前后都算 那再往下一个是什么呢 叫next 那next 你应该知道是 下一个 那我把他给注释了 那你再拿p3 9 p3.r next 那返回这个p 你说他是谁 反应这个p 是什么 是什么 1 是p交线吧 是 但是呢 拿他的nuda name 看一眼来刷新 哦 等会啊 看一眼 1 1 p点lence 又是个集合啊 哎 哎 哎 是这样吗 我的妈 也 明明就一个他飞在飞得过反围 是这个呢 来吧 为了证明咱们是对的 我还要再找一下他的 next 看到这句话了吗 同倍元素的什么 元素集合 这不next 啊 哎 对啊 有疑问吗 兄弟们 你看 console.log 打印p标签的 这个拿到的p的lence拿到的是几 1 1 嘛 1那不就是一个吗 对啊 那不就下标0吗 对吧 那这是我们呢 next 啊 这么几个关系 各位网上练一练 行吗